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我們繼續回顧在2022年的科學和科技上的特化 我們剛才提到人的器官的移植 但是最好的就是不要搞其他人 我們可以在豬的腦子移植到人的腦道 我們可以開始做到什麼? 那就不是腦子了 今年的年頭 我們的節目還沒開始恢復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宗很震撼的科學新聞 就是說有一個心臟有病的人士 他沒有其他選擇之下 他唯有冒險地去接受這個豬的心臟移植 其實這裡我們很久也知道 動物的器官移植到人 基本上都是歪的 那麼歪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血型的問題 豬血人血不合我們很容易理解 另外就是人的腱液系統會攻擊這個外來的豬心的細胞 這個我們已經是一路已知的那種 無論是在血液層面還是在整個的器官組織上 器官細胞上它那個排斥的效應 都是一個前在問題 我們都要克服了它 而要克服了它 大家都是由基因科學去入手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都挺震撼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原來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慢慢形成了 原來在醫學上能夠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能夠透過基因剪接的技術 它使得一隻的豬 它生出來的那些器官 是基因上應該能夠跟人類吻合的 就是很強調 它本身都是豬肉的細胞 豬心肌肉的細胞 但是這些細胞上面的那些這樣的特徵 竟然都可以做到人類的免疫系統 不會攻擊它 不會排斥它 然後連帶的就是說 它接受人的血液的時候 這個豬心自己也不會去排斥這個人的血液 就是說它一次過將那些這樣的體液 和細胞本身的排斥的作用 將它用一個基因的手段 組成去吻合 這其實牽涉到那個基因剪接技術 加上降細胞科技 因為你是需要將那個基因剪接技術 將那些帶有人類基因資訊的東西 去剪進去一個豬的胃胎裡面 那你擺在它玩的胃胎 其實你都是用 玩到胃胎的各種細胞層面的這些東西 於是乎生了那些豬的出來 在裡面拿出來的那個心臟這個器官 其它的其它部分 至少在心臟這個器官那裡 我們就可以盡量將我們知識上面知道會有排斥的風險 全部就是排除了它 透過基因的手段 而最後的結果 不知道台長你都記不記得了 就是這次這個移植手術呢 你覺得算不算成功了? 就是手術成功了 但是病人已經死了 就不是即死了 是啊 不是即死 它還能夠有一段期間 是不是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後面寫了兩個月了? 是的 就是都有六至八個禮拜 兩個月的時間 那個人是完全恢復意識清醒 心臟機能看下去沒有問題 然後看到一些預合的跡象 但是在過了這兩個月的時候 那個心臟突然之間自己膚蝕了 於是這位人士也再得不到一個新的心臟去支援 那他都生命完結了 但是這次來說 一個最大的突破就是似乎我們去靠近這個異物種 不是相同的物種 那個器官移植走近了一個很大的一步 那接著來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是熬了兩個月突然之間會死呢? 那在今年稍後的一些follow up的研究裡 我們看到 原來跟那個排斥效應沒什麼關係 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都看不到那個人類的身體 在那裡排斥走了這個豬的器官 所以它一直是運作是正常的 但是出現了一個問題 現在都應該是相對較普遍大家接受的說法呢? 就是說這個豬心自己在微移植到人身上的時候 已經是感染了有一些豬的病毒 是豬絲感染到的病毒 那這種病毒可能 大得有趣啊 進了一個人裡 它也不會對人有什麼影響 人的面反應也都不管 它有什麼存在 它也都不能夠襲擊到人的器官 但是它就停留在這個豬的心臟裏面 不停地去襲擊這個移植了那個豬的心臟裏面 那麼這裡就看到就是 你發覺呢 就是計對這麼多東西 原來最後就計漏了一樣的就是說 它有一種自帶的 自體裏面帶的病毒 就隨遇移植的過程 就進入了人的身體 人呢 不是因為這種病毒而死 但是它這個豬的心臟就會因為這種病毒而受到破壞 那麼大家怎樣去得到這個結論呢 除了找到這個病毒之外呢 就是看到那個豬的心臟的膚死的過程呢 就不是遵循似闊 就不是說受到這個人類免疫系統襲擊的那種這樣的反應 而是它突然之間是各個部份 同一個時間突然之間一起這樣去衰竭 一起去攔弱 那麼令它不再能夠去生存下去 那麼好了 那下一步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將這個準備移植的心臟 去徹底地去消毒 再去移植 去人那裡呢 那就成為下一個課題了 那麼就算是可以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人類將來不知怎樣 接觸到這種豬的病毒的時候 它周身都沒事 但是就襲擊到心臟 那會不會又很閉毅呢 就是這個呢 就對於那個微生物的那個世界 那個疾病的世界呢 我們似乎就是還有一些東西未搞清楚 就是要在這個跨物種的器官移植成功之前呢 除了那個的貶抑系統 排斥反應 原來還有就是本身它自帶的一些疾病呢 都是一個月考慮的因素 但是我們會覺得呢 似乎那個目標越來越近 能夠做到兩個月 那麼我覺得就 而且一個人中間的意識是清醒的 感受到自己是真的有過其他動物的心臟 在自己身體裡面 那麼這件事情就很科幻了 聽下去 但是呢 就至少成為了這個 好似體力成功過幾個星期了 是啊 就原來這個跨物種的器官移植呢 在1964年的時候已經有了 是在美國 默西西比大學的一個醫生 將一個星星的心臟移植在一個68歲的人那裡 那是不成功的 那我想那個想法就是說 咦 星星和人都接近了 拿他的心來試一試 結果就不行了 但是科學一定是這樣的 試過很多次才能吸收到那個經驗的嘛 那現在呢 會不會觸發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將一些的動物改造了 經驗改造 去等到這個科技成熟的時候呢 我們就好像器官農場那樣 將它移植在人那裡呢? 你問 我覺得這個更加 會更加可能發生了 那麼剛才我們講過 上一節他提到的就是說 哦 能夠將人類的器官保先這樣 然後就令它移植的可能性更大這樣 那麼這個是純粹令到我們原有那個器官捐贈的那個網絡去加強的 但是如果你想為人類提供一個更加充足供應的器官樂園呢 去打這些動物主義呢 就似乎啊 就會是走到這一步 但是大家都覺得 哇 特地養一隻豬出來去生一個自己的器官 其實聽起來 你都會覺得好像 有些可能有些道德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是食齋的信佛的 我想你一定不會接受這種這樣的手段 因為絕對是殺生的 這個就是 而且就是那個動機也都不是很純潔的 如果我這樣理解 你真的完全將它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才去養它出來的 但是呢 為什麼要打動物的主義呢 純粹如果你說從科學那裡看呢 你要養大一隻豬 那個時間比較短 就是你 還有很多的器官就是你沒得選擇 你腎 你就可以一人share一個 就大家一起繼續生存下去 繼續用 肝也都可以 我切了三分二的肝出來給了你 然後我自己懂得生出來 大家又都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如果說的是心臟這些呢 一人只可以有一個 你不可以捐一半出來 大家一起用 大家一起不用死 所以去到心臟的器官呢 為什麼就是特別要想到就是要用到其它動物呢 就是這個原因的 因為如果不是呢 你只能夠依靠一個 可能是腦暴死亡的不幸者 才可以捐到一個心臟出來 還要看看很可能它 未必一定是對的 所以就 也都是為什麼這個跨物種的器官移植呢 為什麼率先是要打心臟的主義呢 是啊 那還要考慮一件事就是那個動物本身 跟人的基因接不接近呢 是啊 還有它那個整個動物本身的身體機能 它那個心臟的大小 跟人類合不合 那豬是相對是比較理想的 你說黑猩猩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說黑猩猩就那個 你要圈養 那個生命周期 相對比豬還要長一點 所以你說 如果對人類來說 跟豬相處 多於跟黑猩猩相處的 而且豬很多時候 在這些這樣的器官 移植器官研究那裡 經常是被人放了上桌子來做研究的 所以我們很多的資料是由豬那裡來的 那你會不會是羊都可以呢 我覺得不奇怪 是啊 但是如果看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會不會理解到 這些器官本身 跟那個人的接近性 比如說哪一類器官 其實人是最容易接受的呢 如果豬來說 我都只有說那個心臟 但是如果其他器官來說 不合的理由多很多 比如肝臟啊 腸道啊 這些可以很不同的 那反而心臟來講 相對比較簡單一些 那腦就更加不用想了 整個神經系統都不同 那所以就 現在這樣想想想 都是講神啊 和心這些這樣的器官 那剛才我們第一次提到 比如那個器官本身呢 就是它可以獨立 脫離了身體 比如如果我們之前講過 比如老細胞這些 是不是都可以脫離了那個身體 就是繼續依附在一些的物件裡的 那這裏就要 其實什麼器官都有人去玩的了 很多時候就是由一些器官的幹細胞開始 然後看看它形成這些這樣的器官仔 就是那些在講一堆幹細胞形成一個 小小的肝臟的小小器官 一堆老神經細胞聚起來就似乎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腦部器官 那會不會是那些肺又可以 神又可以呢 又是不停地我們去玩這件事的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老神經細胞 今年又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就玩得很瘋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都很有介紹去提的 就是說 我們今年科學家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能夠將一堆人類腦部的老神經細胞 而這些老神經細胞是由人類的那些幹細胞去培植出來的 就將它能夠鑄入到一個老鼠的胃胎那裡 然後令到這個老鼠胃胎伴隨著這個人類的老神經細胞 在這個老鼠腦那裡一起成長 然後也都看得到它能夠融合在這個老鼠腦部裡面 甚至乎它在運作中 能夠給出一定的神經反應 是的 我們剛剛說了這個就是說 那個老細胞放在一個地方可以自己玩這個電子遊戲 玩這個最70年代的Ponk 這個就是另一單 這個也是很瘋的 但是不如我們先講你那一單吧 其實我們那一集就exactly 講了這兩單的 就是說我們怎樣去控制一堆在一個培養碟上面的老神經細胞 其實是兩組 然後就教識它們怎樣去認識到 要將那些信號去接著 還有然後懂得去給反應 就是為什麼它們會懂得把碰球那樣呢? 其實因為老神經細胞本身有一個本質就是 它懂得收信號之後給反應來決定放不放一個信號出來 如果你收到什麼就放什麼 就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你接著那個波 懂得把波彈出去這樣的意思 現在就是在這個實驗室的這個環境之下 有兩組的老神經細胞一左右去分工 你會發覺就是一組發射個信號給另外一組的時候 另外一組懂得去相應地去給一個反應來去刺激對面那組 就好像似乎它們兩個在那裡互相放的波給大家去接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實驗室內的老神經實驗 但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如果老鼠那個其實就更加瘋狂 因為真的講到它將那個老神經細胞 放在一個活體的老鼠那裡 是啊 放在老鼠那裡竟然是可以繼續存在那裡恐怖 會不會搞一下就是老鼠會有了這個人的基因呢 那還沒去到這麼嚴重 那當然那隻被人這樣玩的老鼠呢 它那個腦裡面是有人類的神經細胞在那裡的 那是不是代表它有一個人的意識呢 這樣就還沒算 那為什麼這次要這樣打老鼠的主意呢 那其實呢 如果你就這樣把一些老神經細胞去打入一隻成熟了的老鼠的腦裡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就是它可以生存一陣子 但是呢 因為整個營養供給系統呢 就不是說與生俱來就是預先博敗了 那所以打了它呢 它不排斥都會偷笑了 基本上它都會有那些人類老細胞是慢慢膚死了的 那所以呢 實驗人員在想怎樣可以建構一個 能夠給老鼠自己本身腦裡面的那個營養供應系統 來去供給到這個人類老細胞生存的話呢 首先最好的就是說 讓那些這樣的人類老神經細胞呢 在這個老鼠還在胚胎的情況之下 伴隨它一起成長 就是隨著老鼠它一路去發育 不只是身體啊 說老婆一路發育的時候呢 它整個的營養供應系統呢 是一路去照顧那個外來注入的人老細胞的需要 於是乎呢 你就會看到呢 到那個老鼠成長之後呢 它有一些的人老的神經細胞在裡面之後呢 而這些神經細胞呢 是能夠跟老鼠自己的老本身的老神經網絡 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實驗最巧妙之處 然後呢 這個實驗其實最瘋的東西呢 不是純粹為玩而玩的 而是呢 它是想看一下呢 這些這樣的老神經細胞呢 究竟在寄生了這個老鼠的腦裡面之後呢 會不會有懂得給神經反應 那最後呢 發覺是可以的呢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它預先設定的一些實驗裡面呢 除了知道它 就是用一些螢光的顯影 知道它在腦裡面哪個位置確實存在了 也都可以探知到就是說呢 如果在一些特定的刺激之下呢 照計就會是那些人類老神經細胞給出來的反應 所以呢 這次叫做呢 第一次成功將一個人類這個物種 這個老神經細胞順利地跟這個老鼠的腦去融合在一起之餘 也都可以建立一個實驗來看它的運作 所以呢 這個也是今年度那個呢 它就不是玩基因科學了 就是那些講神經原科學呢 那個瘋狂的地方 好 這次我們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好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